大家好,我是小春 我們今天來看新色雕新的活動 就是霍元甲的連動 這個場景非常有武俠的感覺 可惜這個場景不能當作組成來使用 OK,咱們來看一下活動吧 然後第一個就是霍元甲的實裝 這個是後七天的活動 這個官方也真的是夠掉人胃口的 竟然還不給我們知道實裝屬性 然後至於第二個練跟武這兩個小遊戲 就不多做介紹了 比較重點的大概就是這個武制的活動 這個武制有不少玩家私訊我 怎麼提高難度 你們看一下左邊這邊有個回旋的圖案 按下去之後你可以往下拉 可以選擇新的難度 你只要隨便掛三個新的紅色 那它就是難度10 然後難度10之後你再去破關就會達到100分 再來我們來看第三個席字的活動 這邊提外話一下 席這個字竟然在陸服可以出現 真的是蠻詭異的喔 然後先解答各位的疑惑 這麼多種的武學到底該學哪一種 簡單來說完全沒有差別 因為你在學習的時候它是隨機給獎勵的 所以不管你有沒有學到最後一招都沒什麼差別 唯一的差別就只有一個高級招募令 所以隨便學吧 看你喜歡哪一招你就學哪一招吧 然後我們來看獎勵的部分 80積分的時候會有一件開服的時裝換 以及陸服情人節活動推出的雨 這件雨說實在非常的實際啊 因為它是血量3% 然後有些朋友問這件時裝能力值 是不是跟上次一樣是錯誤的 會不會買了之後被回收呢 這邊可以很明確的告訴你 這件是不會回收的 因為陸服這件的時裝血量就是3% 所以可以放心大膽的購買啊 這次是不會被回收的 再來就是250積分的時候稱號4選1 這4個稱號1跟4是攻擊力的 2跟3是血量的 然後第一跟第二個稱號是2條都加1%的 所以如果你缺攻擊血量的人就換第一個吧 然後如果你缺血量跟護甲的人就換第二個吧 除非你已經擁有1跟2 再去考慮3跟4吧 再來500積分的時候會有3件時裝 應該沒有人會選4到5吧 然後如果你有要購買時裝的玩家 非常的大力推薦第三件啊 第三件的效果是主角減傷 尤其是現在裝備即將進入金色的時代 金色的時代你們能想像那個主角技能有多痛嗎 所以以後你要對抗主角技能 第三件非常的實際 也是目前這三件CP值最高的啊 那如果你有這三件時裝的玩家 那你也可以選擇交換你以前沒有的時裝 不過交換之前請事先通知VIP客服 然後它會告訴你後續交換的步驟 OK 那咱們就直接來計算一下吧 史詩時裝需要80顆 元寶購買7天等於21顆 連儲490買5天等於59顆等於2450台幣 21加59等於80顆 2450找小姐姐約2000台幣上下 2000台幣購買血量3%的時裝血賺不虧啊 稱號需要250顆 元寶購買7天等於21顆 連儲490買7天等於89顆等於3430台幣 490禮包買14包等於140顆等於6860台幣 21加89加140等於250顆 3430加6860等於10290台幣 10290找小姐姐約8500上下 8500換一個稱號說實話超級貴 時裝消500顆元寶購買7天等於21顆 連儲490買7天等於89顆等於3430台幣 490禮包買13包等於130顆等於6370台幣 990禮包買13包等於260顆等於12870台幣 21加89加130加260等於500顆 3430加6370加12870等於22670台幣 22670找小姐姐約19台幣上下 19換一件時裝說實話也是超級貴 但是如果換一個想法 史詩時裝換或是雨的那套我們算2000塊 稱號我們算6000塊 時裝算11000塊 這樣算起來好像也不是這麼難以接受了 但是整體而言價錢還是偏貴的 那我們來去看前7天最後一個活動 新 這個活動嚴格來說也沒什麼特別的 60積分的時候會給一個頭像框 以身壯意 說實話好像普普通通而已 然後最值得介紹的就是俠客180積分禮盒裡面有個景段 這個東西真的是惊掉我的下巴啊 景段的作用在於時裝類的景秀格 景秀格點進去之後上方選第二個俠客時裝 然後你就會看到一堆造型全部賣景段啊 超級划算的 而且連泛窯都有 泛窯只需要100景段啊 是不是非常的划算啊 很不錯啊 早就該這樣賣了 不知道官方在想什麼 現在才開放啊 這種自選的模式不是非常的好嗎 這樣就算你後面試武器的玩家 也可以買一些你還沒有加入以前活動的時裝啊 非常的值得 OK 那我們來計算一下吧 景段需要180本 每日免費5本 所以14天等於70本 33元禮包買13天等於65本 等於429台幣 170禮包買3天等於45本 等於510台幣 70加65加45等於180本 129加510等於939台幣 939台幣 找小姐姐約800台幣上下 800台幣換一次自選時裝 血賺不虧 這邊順便說一下啊 他媽的 時裝之前買1690的都跟我一樣是凱子啊 氣泡框 需要280本 每日免費5本 乘以14天等於70本 33禮包買12天等於60本 等於396台幣 170禮包買10包等於150本等於1700台幣 70加60加150等於280本 396加1700等於2096台幣 2096找小姐姐約1780台幣上下 然後至於你要不要這個氣泡框就見了見智啦 不過這次氣泡框竟然是咖啡色的 看起來應該還不錯吧 OK以上就是這次貨原甲前7天的活動 這次的活動我覺得CP值最高就是3%的血量時裝 跟自選俠客時裝啊 這兩個真的是血賺不虧啊 然後至於非常昂貴的時裝 你把它換算成3次的價錢 應該就是可以接受了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啦 我是小春 咱們下部影片見 拜拜